在李生炫真的进去了以后,我才意识到,他和BLACKPINK这桩情景剧原来是本色出演,注意看,这是2018年时李生炫和BLACKPINK在公司见面的部分,当时他希望BLACKPINK来参加自己举办的YG家族活动,但精致秀面露男色的拒绝了。 当朴彩英说要问社长梁炫熙的意见时,李生炫又开始用前辈的身份来压人。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出情景剧不能当真,直到2022年5月李生炫涉涉嫌的性交易等九项罪名全部做时, 被判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大家才回过位来什么叫做真正的演戏照进现实,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让BLACKPINK感到不自在了, 在参加另一个综艺时李生炫在YG食堂遇见了BLACKPINK,当时他们出道才一年半还处于新人时期, 然而李生炫一开口就问了,如同爱豆大忌的恋爱问题。 我们BLACKPINK的朋友们好像是罪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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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名了。 但李生炫还在一脸确信地说,你们肯定会谈, 甚至还在侃侃而谈,只有谈了恋爱,还懂爱情的歌要怎么唱, 还告诫四人恋爱是可以谈的,但是不能认真, 面对这样哀屈的恋爱观,金智秀想终止话题说,这样会被老板梁炫熙教训的, 但李生炫却把自己被梁炫熙教训多次,当成骄傲的履历一样炫耀, 并表示自己深知对付梁炫熙的办法, 还透露了异怼,梁炫熙最喜欢听别人夸她头发多, 如此,看来李生炫之所以犯下罪行,并不是梁炫熙管教不言, 而是他屡教屡饭,当全智隆在节目上公开说, 自己检查过李生炫手机,这一刻,他就已经预想到了李生炫的结局, 这是全智隆在12年前,上过的一档谈话, 有一个环节,提到了他们所在的YG有一个传统, 就是前辈拥有查后辈手机的权利, 以此来监督后辈不要学坏, 所以当全智隆担任了一半的队长以后, 这个重任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而他的重点检查对象就是后来因为X交易等多项罪名, 变成淳于风爱豆的李生炫, 主持人问为什么,在四名成员里偏偏选择他, 全智隆的回答很耐人寻味, 之后他还讲了一段关于李生炫的小故事, 当时李生炫刚上大学不久, 有一次Big Ben全体聚餐出去玩, 李生炫拿出手机跟他们炫耀, 里面有非常多的漂亮女生的照片, 东勇培开玩笑地说介绍其中的一位给他, 结果李生炫就直接发了自己的自拍给对方, 还言语暧昧地让对方和自己亲密接触, 像这样,在节目上的公开劝诫, 全智隆做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粉丝见面会上全智隆就曾内涵过, 李生炫在台上和在台下完全就是两种人, 平日里总是有各种生意和各种派对要参加, Bit Ben聚会时要他参加都特别难约到, 在四个人将要入伍之前, 他们还特意劝告过李生炫让他不要惹事, 但最终这些话都被李生炫当成了耳旁风, 甚至全智隆还在给李生炫的寄语中预言过, 李生炫将来会吃牢饭, 只能说李生炫走上歧途是他的个人选择, 全智隆做队长已经尽了自己该尽到的职责, 在看过李生炫和郑俊英他们一行人对待女爱豆的态度以后, 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臭味香头, 2019年李生炫门曝光以后, 李生炫的圈内好友郑俊英崔忠迅连同他自己都一起去吃了牢饭, 随之而来的是, 网友扒出的他们在节目上荧幕张胆骚扰女爱豆的恶行, 先是郑俊英当着安喜炎的面开车, 将自己预成花生, 花生在韩国有另外一种意思, 按指头很小, 让面你懂得, 直接让安喜炎差点把隔夜饭偶出来, 除此之外, 宇智浩还在节目上傲料, 郑俊英有一个黄金手机, 每当有漂亮的女演员出现时, 他就会趴在宇智浩耳边说是他的菜, 别人还在上网查, 信息的功夫, 郑俊英已经托人要到了联系方式, 李生炫也是如此, 在和金士正一同出演节目时, 几乎是强迫金士, 但在在场男嘉宾中, 选出一个自己最喜欢的, 并给对方倒酒, 也不管金士正的脸色有多为难, 而在这之前, 他还主动给嫖山多拉介绍男朋友, 介绍的还极其不靠谱, 说是会联系嫖山多拉结果, 根本没了下文, 之后李生炫又信誓旦旦的, 他来第二位候选, 说是和李生姬一样帅的男人, 而这一次, 直接被坐在一旁的李采琳挂断了电话, 小团体的另一位, 成员崔忠迅也曾借助帮忙健身的名义, 对AOA的金血炫进行了开游行为, 看过这些恶行, 只能说这三位就此退出娱乐圈, 一点都不冤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